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陕西把藕叫做莲菜 九孔莲菜清脆爽口 就像生活一样有酸有甜 做年夜饭是迎接亲人回家的仪式 八宝饭各家的配方都不同 但相同的是对美好生活的期盼 惠三鲜又名全家福 最像陕西人的性格 看似平淡的食材 汇聚在一锅汤里 却能相得一张 鸡是年夜饭上的大菜 想要吃到它 往往要等上大半天 看肉后了吗 麻肉牛后 我信你啊 我信你啊 等来了皮酥肉嫩 纯齿留香 一碗扫子面 既是对故人的思念 也是对家的眷恋 我觉得这就是对家的 第一个话 昨年 都城匪 还有 和国家人 老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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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